開始了 今天要介紹的是Nerf Elite Rampage 打開包裝你會看到一把槍、說明書、一些子彈 25個,但這裡當然沒有25個,只是做個示範 然後還有25發彈鼓 Nerf Elite Rampage是Nerf Elite Line Elite精英系列中最早出產的產品之一 它是在2012年出產的 它的操作方法很簡單 它有單發射擊模式 還有連續射擊模式 單發射擊模式就是抓住握把往後拉 再往前推 按下板機就可以射擊 連續射擊模式Slam Fire Mode 扣住板機把握桿前後往不斷的推 就可以射擊 以上是操作模式 接下來說明這整把槍的內容 首先它前面沒有扣環之類的 沒有辦法讓你裝上槍管或槍托之類的 再來這裡有槍托連接器 你可以連接上一個槍托 像這樣 然後它這上面有 一個一整條的TESCORO 它跟很多弄路根不一樣 很多弄路根都只有一個橘色按鈕 但是這一把槍有兩個橘色按鈕 這可以讓你裝上狙擊鏡 瞄準鏡 一些小配件 載彈器之類的東西 最簡單的 戰術滑軌TESCORO 就是這樣使用 很蠢 我知道 但沒辦法 當你發現 你的子彈卡彈的時候呢 想盡辦法把握桿往後拉 然後轉槍 這裡有一個XXDoor 去除卡彈子彈的門 這把去除卡彈子彈的門往後拉 就可以清空子彈 這把是新的Economic Version的Rampage 這把是舊版的Nerve Elite Line 一開始出的Nerve Rampage 這兩把差別在於很明顯 你可以看到它的顏色的不同 這裡有一個黑色的按鈕 這個黑色的按鈕 主要是在幫你清空彈夾用的 當你上場後發現 這艘不管用的時候 無法往下拉的時候呢 按這個黑色的按鈕 按下去 就可以把握桿往後拉 清除你卡彈的彈夾 上去再發射 但至今 我仍然沒有機會使用到 這個黑色的按鈕 因為這把槍 實在發射的太順了 不需要用到這個按鈕 現在來試射 所以你該不該買這把槍 我認為這把槍 是專位左撇子打造的 你的左手 為了握把上的時候呢 很容易 夠到黑色的按鈕了 但是如果你是右撇子 這裡沒有黑色的按鈕 除非 你要把你的手特別像這樣子拉 才能夠夠到黑色的按鈕 像你用這麼大的Dart Drum 彈鼓的時候呢 把它插進去 你是左撇子的話 你看 像我 我是左撇子 視線你就不會被擋得到 但如果你是右撇子 這樣子瞄準的時候 你的四撇子 給你大彈鼓擋到 我認為 如果你是左撇子 而且 你的預算不高 在一千元以內的話呢 就建議你買這把吧 這把槍 由剛剛上訴 所付的 25發彈鼓的彈價 還有25發子彈 非常的經濟實惠 這把槍 價錢 雖然跟 之前非Nerf Elite Line 非精英系列的 RAIDER 跟這把槍長的一模一樣 Nerf Raider 比這把槍 彈價 大一點 這把槍是25發 Dart Drum RAIDER的Dart Drum 是 35發 整整多 10發 而且大很多 而且還有附一個槍托 這個是我花 非常非常非常久 在 路前拍外套 找到的 透明版槍托 加起來一模一樣 可是 Nerf Raider 常常卡彈 而且射程只有10公尺左右 甚至不到10公尺 如果你是右撇子的話呢 彈的預算又沒有到1000元以上的話呢 我也建議你買這把槍 因為 外國有賣所謂的 台灣沒有進的 Elite Alpha Trooper 在國外也沒有進了 然後呢 在國外也只能買到 橘色版的Elite Alpha Trooper 價錢幾乎貴了兩倍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收藏 那就收藏Elite Alpha Trooper 身體而言 我覺得這把槍是Elite 精英系列中最好的一把槍之一了 它握把跟一般的Nerf 槍的握把一樣 是很舒適的握把 不管你是大小手 都可以符合 再來 它的握把 它握把 不會讓你覺得卡卡的 是很堅固的握著它 可以很堅固的 往後推拉 以上就是我們對 Nerf Elite Rampage的介紹和分析 謝謝觀賞 謝謝觀賞 謝謝觀賞